欢迎您持续加入节目现场 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美国 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快要总统大选了 但是他们的经济也是这一次 大选的一个很大的 这个胶着的目标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叶伦 好 叶伦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他们其实呢 在新闻发布会上面 向来这个世界各国的金融主管官员 等参会人员都会来介绍一下 这个美国的经济还有前景 以及美国对世界经济的一些看法 好 但是当叶伦在讲话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世界 我们赶紧来看画面 因为记者问到说 美元地位的部分的时候 叶伦的讲台前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声音 对不对 他往前看了一下 美国的财政部徽章居然脱落了 叹叹 掉到地面上 这巨大的声响 就让叶伦自己都被这一幕吓到 低头看了一眼 很多人是说 这会不会是不祥之兆 当然媒体一定会下这种 问号的这种 比较标语式的说法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好了 就赶快去修一修这个徽章 好 但是问题 现在美国确实有些经济问题 像是不断破表 美国银行这边的执行长就说 如果不遵守财政纪律 让收支平衡的话 美国的经济恐怕就会毁于在国债上面了 好 那美国的政府也承诺说 Intel我要给你一些补助 之前说的补助是85亿美元 但是执行长 季辛格对美国政府 现在对于提供承诺的 晶片法案资金拨款进展 他说相当缓慢 而且还说非常的沮丧 这个85亿美元多多呢 台币是2725亿元的直接资金 但到现在Intel都还没有收到半毛钱 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经济有一些困难吗 那他们现在在选举 那选举谁能够把经济 美国经济拉起来 也是选民的关键点 你看刚才日本我们讲 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好 但是现在选情真的是难分难解 我要说难分难舍 好 纽石封关民调说 川赫的支持率达成了平手 所以七战场州将会定一个胜负 他们的公布封关民调说 川普跟这个贺锦丽 是48%跟48%的平手 那10月初的纽石的这个民调 支持率贺锦丽这边 在潜在的选民当中是有下降的 当时是以49%比46% 稍微的优势川普 但是你看封关民调 已经达成了平手 很多人说这对贺锦来说 就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好 但是麦当劳现在也成了 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之一吗 我们之前都很有印象 这个川普穿上了麦当劳的 这个像是围裙嘛 还穿了还带了一个红色的领带 说这领带都会over很长这样 好 他去了麦当劳这边 他在10月20号的时候 宾州的一家麦当劳上面 操作炸鼠条机 他说川普可不是一时兴起玩一玩 因为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麦当劳都是川普跟贺锦丽 争取认同的对象 好 因为贺锦丽说 他也在这个麦当劳打过工 为什么 因为根据麦当劳统计 有高达1%的美国人 都曾在麦当劳从事兼职或全职的工作 所以贺锦丽也强调他的打工经验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 就是希望跟这1%的民众产生关联性 也要争取的就是 蓝领阶级的认同 就像是我人不经土清 我有1%的原住民血统 也有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好 那川普贺锦丽 不管是谁当选 现在美国的经济说输不起 恐怕会再对两国有科技的所猴 那选前啊 道琼啊 SNP500指数都是维持新高 所以选后不论是川普还是贺锦丽 都知道执政要对美国的经济最有利 都已留有政绩 而且持续的提高美国在外交 还有军事上面的实力 那选后美国美股维持多头的机率人比较高 这是一个分析所讲的 好 不过现在欧洲是不是也有点跑路 要跟中国大陆合作呢 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的首相 这个叫做斯塔莫 好久没有听到首相的名字这么的陌生 还有财政大臣李夫斯 他们之前分别出访了萨摩尔跟美国 那他们说涉滑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跟印太来倾斜 一方面又要雄求务实合作 所以显示一个蛮复杂的心态 但是像是李夫斯就说 在这个其他的经济领域当中 也欢迎中国来投资 为英国带来更多的投资还有就业机会 所以看得出来他们跟中国大陆 是又想竞争又想合作的关系 那德国这边也说 中国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这是德新社有说 尽管欧盟跟中国之间的紧张关心日益加剧 但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副州长兼州经济发展 还有能源部长爱旺格 仍然希望能够扩大 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好 现在在中国大陆 在美国这就是能分能解 尤其现在美国又要进入到 总统大选的关键期 亮哥 现在怎么看 这个贺锦丽跟川普之间的纠结 我是认为川普应该是 胜率非常非常高 我认为超过七成以上 贺锦丽主要原因是 这次选举的四大议题 他都没有提出好的方案 经济 通膨 非法移民 犯罪 我认为他都没有提出 可以说服别人的方案 这四个议题 他有一点还互相影响 尤其通膨就是大家每天都碰到的 这实在太明显了 民主党执政的州还有城市 犯罪率已经到了离谱的程度了 非法移民贺锦丽甚至连总人数都不知道 还要人家跟他讲说高达650万 你知不知道 而且边境警察一面倒都要投给川普 所以我认为他到现在只有两个议题 坦白讲都跟意识形态有点关系 一个是堕胎权 一个是捍卫民主 我坦白讲这个选举 选到最后还在搞这个 而不是去诉求最多大众的议题 大概就很难赢了 因为事实上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贺锦丽在主要的场 在讲什么议题 他到现在还在指控川普是希特勒 说他上来美国民主就完蛋了 我觉得你到了选举最后几天 还在搞这个 那表示你的选举出了问题 川普是打对议题 因为麦当劳就是一般老百姓 常常去的 就很接地气 而且麦当劳最近归了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越来越想 我跟你讲 我那天也是你们踢台 我就不说谁了 他跟他的儿子 去美国玩 麦当劳两个人叫了一个餐 两个人加一加将近50块美元 1500 将近50块美元 就是稍微不错的样子 50块美元 所以我是觉得 那你去超市看所有东西的价格 还有你每天的日常用品的价格 这个拜登你说他没有责任这个 没有人相信 那川普当然会就他过去执政四年的通膨率 来跟你做比较 这是必然的 所以这个挺麻烦 虽然说川普有很多缺点 比如说爱说谎 或者未来会不会在外交上暴冲 很多人在忧虑 可是美国真的老百姓就是以内政议题为主 所以我觉得内政就是我非法移民给我的感觉 犯罪率增加 我的生活好不好 拜登跟历届最近这六个总统比较 不管是经济信心 对美国的满意 对你自己生活的满意 在六任总统都是最低的 拜登总统 所以贺锦丽在怎么样 你不能说你跟拜登没有关系 虽然他想切割 对 他想切割 切不掉 所以我是觉得问题很严重 至于什么美在高气 这个问题太久了 人家不会认为是这任总统造成的 这是美国的长期问题 确实美国的内政才是他们选民最关心的 这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 赖教授怎么看美选 美债的问题 其实拜登要负蛮大的责任 因为拜登上来的这四年 美国的国债负担是越来越重 而且也引起了很多专家的忧虑 也引起了很多外国的忧虑 因为很多的国家都认为说 如果美国政府的公债 美国的政府的信用破产的话 他们手上所拥有的美元 或者是美国公债 那就岌岌可危了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要做一些避险 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到美国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的利息已经破了 8000多亿到9000亿美元的 每一年 而且很多人估计 每一年破1万亿 就1兆美元 这已经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 观众朋友你先想看 美国的政府每一年的国家总预算 要拿出9000多亿美元 比国防总预算 8800多亿美元 都还要高来支付利息 而不是本金 完全没有本金就有利息 那这样的一个政府 如何能够运转下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他继续债台高足 然后继续借钱 所以他迟早会破产 这个是很多人都在提醒的 也很多人会感受到 就是说那我手上要不要带 到底要不要持有美元 还是把它丢掉 比它安全一点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 如果说形成了一种 大家的恐慌开始丢的时候 那这个会雪上加霜 对美国很不利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专家 都在提醒要有风险意识 那问题就是政客不会去管这个 政客他只认为 我任期4年 了不起8年 只要我在我任上没有发生 那是以后的事 我觉得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封关的民调告诉你打平手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贺锦丽的这个网路声量在下降 川普的网路声量在上升 大家也都知道 川普现在掌控的更多的话语权 也就是川普的讲的话 更多的媒体会把它登出来 播出来 而且他本身的流通量大 而贺锦丽的流通量小 这个对选举都是很不利的一个情况 所以一般的估计都认为 川普的胜选的几率是高于贺锦丽 那接着大家问那是川普胜选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一般都认为说美元会再上涨了 那美元会再上涨 很多人就觉得说 那我美元要掌握住 反正美债不会那么早就破产 美国政府不会那么快就破产 那我假如手上还握着美元 美元如果一升值 那我就有空间了 我有利润有空间 那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股市会不会再涨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有人就开始估计说 那中美的战争 中美之间的未来会更险峻 还是更戏剧性的转变 这个就莫衷一次了 没有人敢笃定的说了 为什么 因为川普的变化性太大了 例如说他之前对于抖音 对T-TOK是强烈的反对 可是他可以一瞬间说 我爱死抖音了 他可以从恨死抖音到 爱死抖音 真的他会这样 就这样子一个转变 那谁也没有把握说 他今天恨死中国 明天他说我爱死中国 那这个如果他哪一天说 我爱死中国 不可预测 一旦转变过来以后 那所有跟川普的 跟美国跟拜登的人怎么办 好所以就是因为他不可预测 所以这个川普如果上台湾 可能也要有一些警示 这个严教授 我在美国待了时间还蛮长的 我觉得他今天川普挑麦当劳 其实有一些原因 我们知道美国 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 过去我们常常讲 在这个少数族裔里头 民主党占优势 无论是在这个非洲裔 或者是拉丁裔 甚至亚裔都占优势 然后在女性性别上面 女性也占优势 然后现在是说 在教育水准上也占优势 所以其实你觉得 好像打工这个事情 川普等于是去找他的基本盘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认为 这个是一般的 错了 麦当劳是比较高 在所有的素食店里头 是大学生会去打工的地方 素食店还有分等级的 不一样 有些素食店大家觉得说 那个比较low一点 你怎么在那里打 麦当劳你进去 你看服务的人员的水准 其实是比一般其他的 素食店要高一些的 所以我觉得川普进去 还有希望能够在 这个比较有 稍微有点教育水准的 年轻人当中 他还希望再拉一些选票 这个不是 这个是经过精心设计 我认为 所以川普的表现是不错 但是大家也没有去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川普最近也是 还是有一点老态 虽然没有像拜登那么严重 但有一点 可是他现在是美国 如果他现在当选总统 是美国最老的总统 比上次拜登上台的时候 还要老 如果你现在觉得说 拜登现在这个下台之前 已经很糟糕了 那川普要下台之前 比他还老 那会不会也很糟糕 其实我们要去想远一点 就是说 这样子一个年纪 负责当美国跟世界的领导人 我们难道不需要担心吗 我觉得欧洲国家是蛮担心 可是对不起 到最后的投票 就是在密西根 在宾州这些几个 他们就开玩笑说 七个摇摆州 刚才主持人讲 七个摇摆州里头 大概就四五十万人 就决定美国总统是谁 那些加州上千万的人 都没有用了 应该讲就是 他们就决定美国人的未来 他们就决定美国人的未来 也决定世界的未来 还有台湾的未来 我觉得这很可怕的 他们自己大概都知道 像譬如说密西根州 有很多阿拉伯裔的 他们可能不想投贺锦丽 因为觉得说贺锦丽 好像在对以色列 也不是很强烈 很强硬 可是确实有第三党的候选人 可以投 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他们可以做出抗议 如果不投票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投 也没有投 但他投了 结果发现第三党的 会有出来 确实会有影响 我只要提醒大家 高尔在2000年输掉选举的时候 他其实纽海培尔 大家都在注意佛洛里达 他在纽海培尔输的票 如果他把绿党的票拿来 他就赢了 赢了那四张选举人票 他就是总统 你说那个小党 那个绿党 小小的一个 可是拿了票